這個視頻當然是一個刻意操作的結果 因為蔡英文一直想要散佈一個訊息 就是說你看吧 中國大陸你注意到 我旁邊是有美國人的 所以這種東西是對內對外 要做一個大內宣跟大外宣之用 對島內來講 他的目的很簡單 就是壯膽 為台獨人士壯膽 所以你們大家不用怕 我們勇敢來台獨 因為有美國人撐腰 你看美國人都在樂山雷達戰出現 那為什麼會有美國人出現在 這個高度機密 也可以說機密等級非常高的 一個所謂的雷達戰 因為美方就用所謂的技術人員的身份 要來維修這個雷達系統 幾乎全部是由美國人親自在維修的 台灣雖然也有做一般的基本的維修 但主要的維修人員都是美國人 所以裡面會出現美國技術人員 第二個他有所謂的顧問 這個顧問基本上就是美國軍方人員 用顧問的身份在裡面解讀各種雷達的訊息 所以重要的不是在這雷達戰 重要的是說蔡英文跟他表示 你看我買這些東西 美國人都有派組人員在這裡 所以美國人就是我搞台獨的本錢 他主要是傳達這樣的一個訊息 不只是熱山雷達戰 其實愛國者三行在花蓮的雷達戰 也是如此運作的 包括在台北 細紙跟信律區交界處的 那個愛國者二型飛彈基地 裡面也有美軍的顧問人員 這個不是什麼機密啊 這是個公開的秘密 那只是蔡英文故意來做政治上的操作而已